最後我再花個五分鐘講這一段 我順便抽個菸 我盡量的想要賺錢 我每天開台呢 一定會跟大家推銷 推銷東西 這沒有辦法 我在我的頻道裡面 我喝醬 我如果我建議我 Alright 我不用開 花了一兩億都放在那裡 就是這個電商 我不用去理他 今天跟其他網紅一樣 接控商 或者說 為特定的正常講話 我可以活得很開心 Alright 我不用開我自己的品牌 我身上可以多很多錢 我就不用養那麼多人 大概今天選擇 我們已經選擇了下去 當一個老闆 我們要已經責任下去了 錢已經下去了 我們就是這一輩子沒辦法 聊天室裡面很多做過老闆的 開過店的都知道我在想 每天的壓力 你每天眼睛睜開 房租 水電 人事 對不對 會物累積的壓力 你東西叫來了 它有所謂的 就像我們那個蜂蜜的釀影 我們集齊消掉 它有時間 它有壓力 東西放在那邊賣不掉 它就等著丟掉或是送了 在這麼龐大的壓力之下 我們當然要利用網路的優勢 來博取各位對產品的信任 進而來購買我們的東西 我都講話都非常實際的 每天陪大家 當然開直播是我的興趣 第二個就是我們為了要 為了要賺錢嘛 為了要廣告我們的健身房 畢竟好幾十億的產值 十億的錢就壓在那邊 健身房 我必須要想方設法 當一個執行長來說 當一個老闆來說 我們這樣 我跟沃俊不一樣 我們很久不見 看多一看 我們就要看